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果子健康直播節目 《醫家話你知》 今集我們非常榮幸 可以邀請到心臟科專科醫生陳宇豪 我為大家講解一下心臟衰竭的問題 心臟衰竭或心臟病 在香港來說是第三號的殺手 根據衛生署和醫管局的資料顯示 其實每年都有大約七萬多個病人 因為心臟衰竭而入醫院 血壓高 這些都是高危的人士 血壓高會令心臟蜂血的需要力度大 糟而糟之心臟衰竭、疲累 或者變大了 就會導致心臟衰竭 醫生解釋 原來心臟變大都可能是一個警號 我們在XGON會看到 在我們的鏡頭 即是左手邊 心臟衰竭比較小 大不一定有好事 大是因為血液積住在心臟裏面 沒有辦法很有效力把血液封走 心臟衰竭慢慢變大 這是一個衰竭的表現 原來心臟變大一點 其實不代表健康一點 對呀 不是大好 所以說要小心 根據一些數據顯示 每年的新症有四千宗 到2036年有機會會出現每年的八千宗 而且也有一個年輕化趨勢 心臟衰竭是一個很重要的器官 會有一下就會收縮 會有一下就會擴張 透過這個心臟的運動 就會將血液奔向身體不同的器官 血液內帶有氧粉 也帶有氧氣 心臟就是將這些血液奔向不同的器官 心臟衰竭亦會導致水腫的情況 心臟衰竭亦會怎樣 心臟衰竭亦會變得很差 我們看到 好像卡通中看到 風血的能力當差的時候 血液的運動就會慢了 所以器官會得到的養份 所以養份亦會少了 心臟衰竭亦會導致水腫的情況 你幻想一下 如果心臟衰竭 風血的能力差了的時候 有些血液就回到心臟的速度就會減慢 如果這些血液或水份積住肺部 就會出現氣喘的情況 所以有些血液或水份 就會積住在腳上 就會出現水腫的情況 心臟衰竭按嚴重的程度 可以分為四級 我們在卡通中看到 四級的心臟衰竭情況 頭兩級是比較輕微的 第二級是做劇烈的運動 才出現少少氣喘的情況 第三、第四級 即是病人就算不做運動 或是休息時都出現氣喘 或是心臟衰竭 剛才的症狀紅腦 一旦懷疑有心臟衰竭 醫生可以透過很多方法去檢查 正常心臟衰竭是很規律的 你看到很漂亮的 心臟衰竭裏面有四間房間 不同的跳動 就會出現一些不同的波長 這就是正常的心臟衰竭 接著我們可以看看 一個不正常心臟衰竭的心臟衰竭 上面那裏就是一個正常的心臟衰竭 下面就是心臟衰竭 有機會出現的心臟衰竭 我們看到波長會比較闊 醫生說除了透過藥物及早治療 還要注意飲食、控制病情 當你有心臟衰竭的時候 我們的水分是要控制的 因為過多的水分 身體是沒有辦法排出來的 有些情況或是不要吃那麼多鹹的食物 學術上我們稱為蠟質 如果吃得太多的時候 就會把水分鎖住在身體內 水分在身體內會過多 就會形成心臟衰竭的跡象 我們怎知自己的水分過多 例如兩三天 壓重多於五磅的話 多數是水分積住在身體內 健康身體的朋友 每天喝百杯水磨問題 但若然心臟出現問題的話 記得要諮詢你的專科醫生 看看水分或飲食上有甚麼可以注意 祝大家身體健康 希望有機會再有下一集節目見到大家 和大家說多一些關於身體心臟的問題 再會